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我们接着学习的是向韩文子学目标管理 首先是第一小讲 解读韩文子的和诗篇 给大家讲述一下我们在管理时 目标方向不能有偏差 好 首先 楚人和诗得玉谱楚山中 奉而献之丽王 丽王使与人向之 玉人曰 十也 王以河为匡 而岳其左足 即立王鸿 武王继位 何又奉其仆而献之武王 武王使玉人向之 又曰 十也 王又以河为匡 而岳其右足 武王鸿 文王继位 何乃抱其仆而枯于楚山之下 三日三夜 泪尽而寄之以邪 王闻之 使人问其故 曰 天下之悦者多矣 子兮哭之悲也 何曰 武非悲悦也 悲福 宝玉而提之以识 争使而明之以匡 此无所以悲也 王乃使玉人理其仆而得宝焰 随命约 何事之弊 我们来翻译一下 楚国人便和在井山中得到了一块玉仆 敬献给了楚丽王 楚丽王让御将见顶这块玉仆 御将说 这是块石头啊 楚丽王认为便和是在欺骗他 就对他处以了月刑 砍断了他的左足 楚丽王死后 楚武王继位 便和又拿着那块玉仆去献给楚武王 楚丽王又让玉将尽顶 玉将又说 这就是块石头啊 武王也认为便和是在欺骗他 就对他处以来月刑 砍断了他的幼族 楚武王死后 楚文王继位 便和抱着那块玉仆在井山下哭啊哭啊 足足哭了三天三夜 眼泪都哭干了 还流出了血 楚文王听后 派人去了解他为什么这么悲痛 问道 天下受月刑的人多了去了 你为什么哭得这么伤心呢 便和说 我不是伤心我的足被砍断 而是悲痛我的宝石 被人认作是石头 把我这样一个忠正的人当作是骗子 这才是我伤心欲绝的原因啊 楚文王听了 就让玉将把这块玉仆加工了一下 并且真的得到了宝玉 于是把这块宝玉称之为和氏之璧 这就是著名的和氏璧的由来 接着 福诸玉 人主之所及也 和虽献仆而为美 为为主之亥也 然有两足斩而保乃论 论宝若此其难也 经人主之亚法术也 未必合适之吉也 而尽群臣是名之私邪 然则有道者之不禄也 特帝王之谱未献而 主用术 则大臣不得善断 尽其不敢卖众 观刑法 则扶蒙趋于耕农 而犹是威于战臣 则法术者乃群臣是名所获也 人主非能被大臣之意 阅明蒙之匪 独周乎道言也 则法术之事虽致死亡 道不必论矣 那些个珍珠宝玉 是君主所急需且喜欢的 便和现在玉谱不是很美 但至少不会对君王构成威胁和损害 但便和的双族被砍后 和尸臂才得以论定 这么看来 鉴定出宝玉是多么的困难 现如今 君主对于法术 未必如需求 如对和尸臂那样急切 而统御之术 是用来禁止底下的民众 和部署的自私邪恶的行为的 然而擅长法术的世人 还没有被杀戮的原因 只是因为那成就帝王之夜的玉谱 还没有被尽献罢了 君主运用法术 大臣就不会擅权独断 左右尽士就不敢弄权 官府推行法令 游民们就要奔从去重拾农耕 游侠这样的人就得在战场冒着危险 这样的话 这种法术就被部署民众当作是祸害了 所以贤民的君主 想要能够有胆识和魄力 不听大臣的议论 超越黎民百姓的诽谤 去信任和采纳那些法术之言 不然的话 法术之士即使游说和自见到死 他们的学说也不会被人认可的 接着 昔者无起交楚道王以楚国之俗 曰大臣太重 封君太重 若此则上逼主而下虐名 此平国若兵之道也 不如使封君之子孙三世而收绝路 绝检百利之路易 损不及之之官 以奉选炼之事 道王行之积年而轰矣 无起之解于楚 商君交情相公以连十五 设告作之过 凡师书以明法令 塞斯门之请而随公家之劳 尽游患之名而显更战之事 孝公行之 主以尊安 国以富强 八年而轰 商君车裂于情 楚不用无起而削乱 情行商君法而富强 二子之言也已当已 然而知解无起而车裂商君者何也 大臣苦法而细民物质也 当今之事 大臣贪重 细民安乱 甚于情楚之俗 而人主无道王 孝公之听 则法术之事 安能蒙二子之威也 而明己之法术哉 此事所以乱无霸王也 我们大概来翻译一下 当年吴起向楚道王指出 楚国的国情说 楚国的大臣的权势太重了 有封义的贵族太多了 要是再这样下去的话 他们就会上笔主而下虐名 这只会造成国平名弱的局面 不如使分封贵族的子孙 一旦超过三代 君主就收回绝路 然后取消或者减少群臣的俸禄 裁撤多余而虚设的官职 用来供养那些真正需要的训练有素的武士 楚道王实施了此法 但可惜一年就死了 吴起也在楚 处以了肢解的刑法 商鞅交请孝公建立十五之法 舍礼连坐和告奸之法 焚烧失书张明法度 堵塞私人的请托 而多任用对国家有用有功劳的人 约束那些单靠有税就可以做官的人 逐步付强农耕之名和勇武之势 秦孝公实现了商君之法 君主得以显贵 国家也逐渐富强 秦孝公八年后死了 商鞅在秦受到了车裂之心 所以楚国不用武器而被削弱 秦国推行商君之法而付强 武器和商鞅的变法主张已经很正确了 但为什么武器还要被肢解 商鞅还要被车裂 这是为什么呢 可能是因为成疗们苦于法令带来的利益损失 而民众们憎恨对他们的约束吧 现如今大臣们贪恋权势 民众们碍于混乱 比秦楚时期的坏风期还要严重 而君主又缺少楚道王秦孝公那样的决策力 那么法术知识又岂会冒着像武器商鞅那样的危险 来一遍遍推行自己的法术主张呢 这恐怕就是社会混乱 而没有实现我们爸知道的原因了吧 好了 我们来回顾一下 讲新德之前先提一个人物 就是美国克莱蒙特研究生大学教授 彼得·德鲁克 他在1954年提出了那个具有华时代意义的概念 目标管理 他指出 企业的任务务必要转化成目标 领导者必须要通过这些目标对属下们进行管理 从而来保证实现企业的总目标 设立目标方向以引导员工们做事 有点像李泽厚先生在《人类学历史本体论》一书当中 提到的《寻子对于君子》的表述 即性非易也 善假于物也 这是因为君子的本能就是需要谋发展 以生产工具为核心和标志的生产力的发展 是社会存在的基本注实 所以我们采取目标管理 其实是在降低成本 因为单个个体的流动性很大 不容易管控 管理成本会逐渐升高 但是倘若此个体是包含在某个目标里面的 假如该个体发生了违反企业规则的行为 那么想要追究这个个体的相关责任是非常容易的 同时这个团体组织也会主动去约束 某个违法犯罪的这个个体 因为这关乎到整个团体在市场中的生存 所以说我们在遵循和运用目标管理的三个基本原则 另外如运用目标分解方法中采用逐旗承接分解法的等等 这其实都是君子甲鱼物 很多时候我们在运用这些方法时 最机会的就是弄错目标方向 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个和时弊的故事 变和悲痛的不是自己的左右族被砍断 而是哀痛美誉没有被赏失 楚国当年的目标方向对 整个国力也就强盛 后来目标方向不对 风气也就慢慢败坏了 所以可以看到目标方向设立不能有偏差 一旦偏差后果就不堪设想 据此我们一方面要让所有团队成员知道目标的所在 另一方面领导者要时刻保持请地 不能让目标方向发生偏差 我们可以有以下几个方面可以参考一下 第一 在设立目标方向时 可以尽可能的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及此广义 争取制定出一个总的正确的目标方向 第二 在这个总的比较正确的目标方向之下 我们再制定一些细的小的方向 这个要上下各级之间及时的沟通 上级可以给出指导 下级也要给出具体的建议 同时不要忘了和其他部门有一个互动和兼顾 毕竟目标之间也有相互印证的地方 第三 我们在设定目标时 上下级的身份是分工的身份 尽量避免上级移植气势的态度 因为可能上级比较擅长设立宏观的目标 但是到具体的领域的时候 并不是你擅长的部分 这时候就要放下身段 和下级一同制定目标方向 不要发生偏差 有人可能会说 那作为上级这样搞 不就显得不够有事了吗 记住 在业务范围内的探讨和争论 是有利于领导者自身能力的提高的 领导者自身能力的提高 反倒是有助于是的增加的 因为这能让员工清晰地看到 领导者们确实在听取他的意见 在尊重他 反过来也会尊重领导者本身 好了 这一讲我们就到这里 我们下一讲继续